对于安徽海螺的业绩呢 其实股价已经说明了一切了 在业绩公布之后呢 股价表现有一个比较好的突破 向下的突破 从去年的业绩来分析 还有就是今年第一季的这个营业的数据来讲呢 我相信他们第一季度的这个存力呢 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还有就是内地在短期期内呢 公布了这个 涂态乐好的产能 这些这个水泥的方案呢 对于一些比较大的公司 好像这个安徽海螺来讲呢 也是一个比较近面的因素 相信对于它的股价的利好作用呢 现在在股价呢开始反应了 不过在未来一段时间来讲呢 其中这个水泥下降呢 还有就是涂态乐好的产能的一些 进场方面的因素呢 对于一些比较强的业绩 的公司来讲 应该有一个帮助 不过就是因为在过去几天 它的股价已经有一个 不错的这个上行的幅度呢 相信在教会也有一个整股的需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